新北市从8月1号开始推出了三种路边停车机车优惠 包含了每日一张单以及路边停车定期票 另外还有行动支付折扣等等 最多每个月可以省下300块钱 意思就是同一辆车同一天停放在新北市不同路段的路边停车格 每天只会收费一次 另外如果使用行动支付每笔5元折扣 月票则是打75折 路边停车格定期票则是每个月399元 可以自行选择启用日 但是不包含路外停车场 也就是即便买月票停工有停车场还是要另外收费 但新北市交通局解释因为停车属性不同 所以并未纳入 让人家感觉好像美意很好 但是同时间他其实也发布了其他新闻稿 也就是原本的一些免费路段 他也开始开征了所谓的停车费用 那过去其实新北市一直被诟病的 不只是所谓的停车收费的问题 而是重复收费的问题 不过其实台北市从四年前开始就推出机车停车月票方案 而北市机车领牌数大约有九十多万辆 但知道定期票的却不多 每个月大概在五千五百张左右 这部分我们后续的话 我们会在就是透过一些官网 或者一些新闻稿的方式 去再让民众去做一些周知跟宣导 好的政策就怕没人知 势必得多方宣导 怕的就是市民有所需求却一无所知 TVBS宣言人生仲宣新北市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